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朝鲜 周恩来就说不要再扩散这东西 这会让朝鲜人民共和国不高兴的 陈云在到了53年的时候 所有老先生都检口 都改变了自己立场的情况下 他还这么明火直上的说 不能以马列主义来研究历史 这简直是异常的声音 他一听在喇叭上就跟着裤子 他一直嘱咐他的女儿说 咱家最宝贵的不是我 是你妈妈 这是清华照来院一号 然后这栋房子的右侧就是照来院二号 一号是赵原刃的家 二号是陈云雀的家 一号二号感觉好像大一点 差不多一样大 差不多一样大 他就是这一栋房子 从中间分成左右两套 一样大 四大乱见 你说见得多难看 这陈云雀比较晚到的 别人都是二五年就就职了 他是二六年来的 他二六年先住在公字厅的单身宿舍 后来就把他分到了这栋房子的二号院 跟赵原刃是比零日居 赵原刃家书特别多 他又是单身一个人 三十六岁没结婚 所以赵原刃一抹书就放到他家 他在赵原刃家吃饭 就这么一个关系 他在这住的什么时候 他从二十六年一直住了三五年 说到陈云雀先生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896年的春天 拍摄地点是湖南长沙巡浮鼠后花园又一村 照片中的陈先生只有六岁 拍照前他还在想 长大后怎么才能够从五个孩子当中 更容易地认出自己 于是在相机快门按下的一刹那 他伸出右手 捏住了一枝桃花 三十年后主导清华国学院的陈先生 已经不必再纠结 如何才能被认出这样的问题 他成了中国最富盛名的大学者 即使在今天他享有的崇高地位 依然不可恨动 按说一个枯作书斋的冷静学者 能够受到普罗大众的关注和喜欢 十分不容易 陈先生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元素 他的学问更是晦涩难懂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 根本读不懂他的任何一本著作 但我们依然喜欢谈论他 甚至到了严必称的程度 一个最不该热起来的人最后热了起来 这很反常 但一定事出有因 咱说陈音雀呢 首先解决一个问题 到底念克还念雀 这是第一个问题 说雀了 因为大家都叫陈音雀嘛 咱们就沿用这种习俗 管他叫陈音雀了 但实际上应该念陈音克 你看他的英文签名 他最后那个克是签着雀呀 还是什么 他签着寇 所以呢 其实他应该念陈音克 他自己也知道 别人问过他 您到底这个念克还念雀 因为字典里是没有雀这个音的 他说这东西不要紧 这有什么必要呢 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所以他自己他也很随便 周围的人都管他叫陈音雀 他也就不再追究了 其实应该念陈音克 我们就沿用这种习惯 也管他叫陈音雀吧 这算根本没有雀 他为啥男人叫陈音雀 因为陈家是克家人 克家人里是没有克这个字的 他念克就念雀 所以呢 大家大概是按照克家人的习惯 就管这叫陈音雀了 实际标准的汉语 应该念陈音雀 可是我们要说陈音雀呢 会有很多人纠正咱 说这字你念错了 咱干脆就按照克家人的说法 就管叫陈音雀吧 陈音雀呢 这个人他前后在欧美游历 一共长达16年 这一辈子16年是在国外 分了三个片段 去了这个好多国家 他到这个清华之前在哪呢 就是清华组建国学院的时候 他正在柏林 在游学 也不要学位 到那听课就完了 就在那学习 那当年清华的校长呢 叫曹云祥 曹校长呢 就问这个推荐人 推荐人是谁呢 是那个梁启超 就梁启超呢 就是梁启超 这个 呃 这个 那个 王国伟 李济 赵延任 他们四位已经都到任的情况下呢 还缺一个人 原来是 推荐是张太炎 张太炎给拒结了 那梁启超呢 到了这个 25年年底的时候呢 就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叫陈音雀 那曹校长就问这个陈音雀 他有博士学位吗 呃 梁启超说没有 但是我也没有 梁启超也没博士学位 他就是一个举人嘛 啊 那曹校长就问 那他有很多著作没有 梁启超说一部著作也没有 就陈音雀先生的著作全在抗战时期 和抗战时期以后 就新中国 这之前他没有著作 那曹校长说这就难办了 他一不是博士 二没有著作 怎么能当国学院的导师呢 这不够啊 梁启超说的是这样 首先我也没博士学位 其次我是写了很多著作 但是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 顶不上陈音雀的三百字 就这么高的评价 曹校长还是犹豫 嗯 梁启超跟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让他动心了 说像他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清华不要的话 他一定会被别的学校高薪聘去 您是把这个人让给别人 还是自己留下 很有可能吧 很有可能 所以曹校长就 那我们人才我们自己要 那个 你都把他说这么高了 那我们就请来试试吧 这样就给他发了聘书 那陈音雀呢 从柏林赶回到清华 就当了这个国县的导师 所以国县导师 就是按照尽校的排名 那第一个是王国伟 第二个是梁启超 第三个是陈音雀 李济呢 他不算四大导师 他算这个四个教授之外的一个讲师 对 按排序他应该排第四 那这个陈音雀就排第五了 那李济往后排呢 陈音雀排第四 这个咱们做这个 来旅行做这个视频 我们按他们的年龄大小牌 那个陈音雀来了这个清华以后呢 不负众望 大家很满意 他呢这个 来了学校以后呢 他有四部讲 他的讲课原则是四部讲 第一是古人讲过的 我不讲 洋人讲过的 我不讲 金人讲过的 我不讲 我曾经讲过的 我现在也不讲 这四部讲 听他的课你只能 听到新的东西 听到新的东西 对 他讲过的他不再讲了 那当时听课都是什么人呢 除了各个学校的学生 不光是清华的 还包括那些 这个有名的汉学家 还有清华自己的教授 比如朱自兴他也去听课去 所以他有一种说法 他叫公子的公子 教授的教授 为什么是公子的公子呢 他的爷爷是湖南巡抚 这个爸爸呢是湖南巡抚的助手 儿子是爸爸的助手 这是他的家世 他算一个很有钱的公子 教授的教授就是 所有教授也要向他学习 他不光是教学生 非常之厉害 这个刘文典呢 曾经在清华中文系当过系主任 他曾经有一个评价说 我们清华的老师里面 陈云雀值四百大洋 我这样的人也不弱 我值四十 像朱自兴那样的人 就值四块 朱自兴也来听陈云雀的课 在刘文典那儿 朱自兴不值钱 只有四块大洋 陈云雀上课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每次上课拿了好多参考书 甭管他用得到用不到 你能不能看 反正我每次报好的参考书 特别吃力的走到教室 如果他讲禅学 讲佛教就用黄布包 包了那些书 如果讲其他的学 就用黑布包 这是他一个特点 他在这个清华教书的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著作 就是讲课比较好 听证云雀 但是呢 这个清华国劝院 你想到了这个 二九年的时候 王国伟已经在二十七年自杀了 然后两起时候 二十九年年初就病死了 二十九年的时候 赵延任和李济分别去了十余所 等于二十九年以后 清华国劝院就剩了一个老师 陈寅雀了 那怎么办呢 到了三零年 因为这国劝院维持不下去 就撤销了嘛 那陈寅雀一个人留在清华怎么办呢 他就当了文史哲三个系 中文系 历史系 哲学系 当了三个系的这个兼职教授 不叫兼职教授 叫三系教授 这个他不是特别伟大吧 其实伟大人当中 伟大的人这个行为当中 也会有一些瑕疵 他到这个三二年的时候呢 八月份 刘文典就请他说 这个马上 新生和转学生 要进行考试了 你呢明天就要去北戴河 能不能给我出一套考题 你看陈寅雀明天就要去北戴河了 他一定是仓促之下 随便出的考题 所以那一年的新生和转学生的考题 这个特简单 有一道作词题 叫梦游清华园记 梦里面游一下清华园记 这是他所有各个年级的这个转学生 以及新生的这个统一的作词题 另外一个题呢叫对对子 各个年级不一样 像一年级和一年级转学的新生 他这个对子什么呢 叫孙行者 这题出完了以后呢 你想当年这个三十年的一共两千多新生和这个考生 就被这个对对子给难为了就爆发了 频繁吐槽给报纸写这个投诉信 就说这个清华出的什么烂题啊 结果呢这是就是建立民国以后的第一次因为大学出的考题 引起了极大沸腾的舆论讨论这件事 多数的声音说谁出这个作词题啊 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 你想如果贫困的学生从来没来过新华 他怎么梦游 怎么怎么想象 根本就不可能 这就是给那些少数的公子哥 曾经有钱能先来一趟清华的人 他们才能完成这个考题 还好吧所以叫梦游嘛 又叫游清华原记 是 后来陈云切自己解释啊 说什么叫梦游清华原记 我的意思是让你们用想象 给我描述一个你们理想中的清华大学 我认为这是 这是找不到解释理由以后 胡乱找了个理由 你所谓梦游清华原记呢 一定要突出你看到的景物 而不是你构想当中清华的教学是什么样 制度是什么样 肯定不是这样的东西 梦游什么什么圆 一定 眼观的景物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一个没来过这个地方的人 怎么去梦游呢 他完全没有现实基础 我觉得批评是有道理的 他的解释是无力的 那对对子呢 遭到更大的吐槽 然后这个孙星者呢 当年所有考胜里只有三个人答对了 答案是什么 有一种说法说 他的这个心里想的答案 一个是祖冲之 一个是王尹之 但是后来 你看陈英雀自己的文章 已经当时的讨论 就陈英雀啊 在回答那个作文题 他是怎么想的 这些对对的是怎么想的 他就 但是他一直拒绝透露 这个祖冲之的答案是什么 后来过了好十几年 他在说答案是胡适之 胡适之 就是胡适之之 不是 那个对子面是这个 是这个孙行者 答案是胡适之 胡孙嘛 猴子不叫胡孙嘛 孙行者那孙就对胡 胡孙不就是猴子的意思吗 他们是一类东西嘛 然后那个 这个孙行者那行 是 是去的意思吧 就适合的是是去的意思 然后 者和知乎者也 知乎者也是一套词嘛 有三个人答对了 只有三个人答对了 其中咱北大中文系的那个周祖摩 当年是这个一年级考生 他是答对的一个人 其他人都答不对 所以土操特别厉害 最主要这个上纲上线的土操 就是这是复古主义 你一个清华美国教学方式 又是现代化一个学校 怎么开始复古了呢 新华运动已经就开始十几年了 能不能在三十年出这样的题呢 他的解释说别看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可以看到中国字的虚实结合 评测关系 所以能看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勉强的解释 这个我是觉得这不认真 出队子这个类型的题他就不认真 然后呢还有一些本来就属于下队 他就是因为第二天要去北大河疗养了 就前一天随随便拿出一些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师严谨了一辈子 然后失误了一次 讨论很长时间 这是第一次这个民国建立以后 对大学出的第一次沸腾的舆论抨击 就是他引起的 就不能早点跟人家说你要出题嘛 是啊是啊 非非当时说那是明天就要去疗养了 随便给你出一趟吧 陈云雀先生来自易宁城市 一个很显赫的家族 他的祖父陈宝珍曾任湖南巡抚 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 他的父亲陈三丽与谭思彤等 并称为维新四公子 他的哥哥陈恒雀 是吴昌硕之后齐白石之前的一个书画大家 而陈先生本人也毫不逊色 其实从陈先生的父辈身上 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那就是称职的父母 要尽可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 陈先生13岁的时候被送出国留学 因为他的父亲和谭思彤有约 两家的孩子都要送出去留学 而出国留学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决定 不仅要有钱 还要有远见和风险仪式 陈先生出国三年后的1905年 科举制度被废除 这更证明了父辈的远见 而父辈的远见 给了陈先生学贯中西的机会和事业 这个二十六年 陈恒雀不是住在刚才咱们说的 那个赵兰院的二号吗 到1935年的时候 他就搬到这儿了 搬到清华西院 西院的36号 就是这套房 现在清华对以前的这个老房子管理不好 所以现在住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这住 斯大乱建特别厉害 然后原来的36号呢 就变成了36号甲和36号椅 原来就是一套 你看里面的房子不是这样的吗 一个 差一笔没封好的口子 现在呢 这边一套房是这个门 那边的房门开到那边去了 跟他36号的甲和椅 实际原来就是一套院子 这个36号院最著名的就是这棵大杨树 就整个这个清华西院呢 就没有一棵树 比它还粗 年头非常大 这棵 对 这个院子没分成甲椅的时候呢 它就属于36号院 特大的一棵大杨树 当年陈先生就住在这个大杨树下面 他暂时住的时间不长 他三五年搬到这个地方呢 三七年日本人 卢谷桥事变 日本人打进来了嘛 那他家呢 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事 就是33年的时候呢 陈英雀把他爸爸 从南方就接到北京来了 但是他爸爸陈三厉并不住在这儿 是住在城里的摇家胡同 在那边租了一套四合院 老爷子那边住 陈英雀他们家在这住 但是他要两边来回跑 照顾一下这个老爷子嘛 那日本人打进来了以后呢 在打卢谷桥的时候 好多人就开始逃难了 陈三厉当时85岁 他说我绝不当逃难的中国人 那这个日本占领了平津以后呢 因为陈三厉在当年 这个老人圈里 还算很有名望的 如果能动员他投靠日本的话呢 日本可能在觉得他很有气势啊 所以当年就派了很多侦探啊 什么说客啊 来说服陈三厉 倒到日本那边去 老爷子不让他们进门 所以那探子在门外站着 跟三顾茅庐一样在外面等着 老爷子说让那仆人拿扫帚 给他扫走 就特别横 然后呢 把这个最后一个探子扫走以后 老爷子开始不吃饭了 绝食了五天 85岁 你想五天就肯定就完了嘛 就是陈三厉就这么饿死了 那个 特别讨厌日本人啊 就饿死了 呃 陈欣雀呢 在他爸爸去世以后 为他爸爸守灵 49天 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右眼啊 因为长期右眼过渡 先天又不足 所以他右眼的视网膜脱落 医生说呢 要么你去长沙临时大学 再去西南联大 呃 不做手术 代价可能眼睛就失明了 嗯 要么呢你就做完手术 再到南方去 也行 陈欣雀呢 一刻不想再在北京留 就决定宁可失明 也要走 所以他走的时候呢 这右眼已经基本就看不清了 然后就跑到这个 往长沙赶 他走之前呢 把他所有的长书 打了包以后 运到长沙去 因为他要写著作的情况下 他要用这些书 陈先生跟别人的这个 读书方法不一样 别人做卡片 把卡片拿走以后 就可以进行学术研究了 他不计卡片 他是做没批 就是所有的书 他读的时候 都在这个书页上写着 他有什么感想 哪这怎么回事 这跟那本书是什么关系 都做的没批 所以他做学生研究 那些书带走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他赶到长沙以后呢 这些书 这些书还没运到 他又比别人走的晚 你想陈三立是9月份 饿死的 他又守了这个将近两个月的零 他走的时候已经11月份了 他到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后 那长沙那边又变成前线了 又紧急又向西南转移 所以他的到长沙没收的书以后 就紧急向昆明转移 到了昆明以后才知道那些书 运到长沙 他们人也已经不在了 全毁于战火 他随身还带着一些书 跟着他一起去昆明 但是这些书在去昆明的路上 还被小偷偷走了 小偷偷来干什么 卖纸 卖废纸 对于小偷来说只是卖点废纸的钱 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所有的每一批都在那些书里面 这就意味着陈先生在清华抗战之前 是没有什么学术著作的 所以曹校长还问他是不是著作等身 没有著作 是因为梁启超说他有三百字 就顶我这所有的著作才这么聘来的 他的所有的成就都在抗战以后 换句话说 他是在没有任何就是以前那些学术记录的情况下 写完了后来那些著作的 陈先生到了新南联大 在新南联大时间并不长 他三八年就到了昆明 四十年代初 他就转到石余所去了 那石余所在哪呢 他不在昆明 在四川礼庄 在四川礼庄的时候 他住在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叫邓广明 住在他楼上 复四年嘱咐邓广明 你是年轻人 楼上住的是陈先生 他在上面一跺脚 你就上去看看去怎么样 有一次 曾广明听着楼上有动静 跑楼上一看那个陈寅雀 躺在床上说我不行了 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我要死了 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这个身体差的不成 但是我还是不能死 我要死之前 我也得把那两本书写完 就当时写两本书 一本呢是这个唐朝政治史 一本呢是隋唐制度渊源 就是我们知道唐 其实他的所有的制度是隋奠定的 尽管隋的寿命很短 但是他那些制度呢 就在唐朝发生光大了 就他的渊源是什么样 出这么这么两本书 一个是42年写出来的 一个是44年写出来的 就非常了不起 就在所有的这个 他读的书的每一批都不在的情况下 完全凭借记忆 在四川李庄把这两本书写出来的 就是陈先生一生当中最开始有重要的著作 反倒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在特别穷困的四川 四川李庄的一个地方写完的 那到44年的时候呢 他要唐代三稿 不是有两本书已经出来了吗 在44年年底的时候又出了一本叫这个 圆白世间 就是圆枕和白居易 他们俩因为志向都一样 我们就称为圆白 圆白世间 这是他唐代三稿的第三稿 他写完这本书那天早晨 他一起来就发现 左眼也看不清了 左眼也看不清了 他就跟这女儿说 告诉学生今天不上课了 实在上不了了 那这个 他就到成都治这个眼睛 治的效果不好 这不是已经到44年年底了吗 到45年很快就光复了 39年的时候呢 英国就把他评成什么很重要的教授 然后牛津拼他去当教授 他不一直去不了吗 就一直虚位以待等着他 那抗战一结束 他就可以去英国了吧 想在去英国的时候呢 再把眼睛治一治 结果英国医生给他动完手术以后呢 反倒是更恶化了 手术不成功 在成都就不成功 到英国也不成功 然后恶化了以后呢 就直接做了个结论 双眼失明 成为定局 那陈先生这个 一看这种状况 他也不想再牛津呆了 等到回到清华 是被人掺 掺扶回来的 再进了清华 就是47年 就不住这地方了 住在新林院 好像是52号 到48年 这个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他是这个名单里面的 他就坐飞机 和胡适一起去了南方 可是他到了南京以后呢 决定不走了 还是不去台湾 他去了这个广州的岭南大学 中山大学 对 当时叫岭南大学 但是52年 校园大和平的时候呢 这岭南大学的病到了中山大学里面 他就算中山大学的教授 然后死在中山大学了 他就大概这么一个路径 那么他除了抗战当中 留下了唐代三高以外呢 在中山大学的时候 又有一些建树 就53年的时候 他一个老学生 给他寄了一本谈词 是这个清朝的一个叫 陈端生的一个女诗人写的 写的是元朝云南的故事 说这个故事当中有三个家庭 一个是大学士 这大学士的这个女儿呢 应该是嫁给云南总督的儿子 但是呢 这个国障 当年元朝的国障呢 他写的都是汉族人啊 这个国障呢 就看中了这个大学士的女儿了 来捣捣 这大学士的女儿呢 就话中说男人逃跑了 然后参加科举考试 这个高中三元 那个谢元加上这个状元 全得了 后来这个他化中生男的嘛 然后中了这个状元以后呢 又做了兵部尚书 等于是国防部长 然后有一次要打这个 打这个朝鲜的时候呢 这个兵部尚书 这个化中生男人的女人呢 就指令他原来那个男朋友 让他去征战 他去打朝鲜打赢了 这样等于是打赢了以后的蜂王 就是说这个化中生男性的大学士的女儿 以及蜂王的这个他原来的男朋友 还有这两方的原来的父母 同堂赤后皇帝 可是不敢相认啊 而这个女孩呢 有一次喝酒喝醉以后 就吐露了真言 吐露真言 皇帝一看啊 原来你是女的啊 给我当妃子 然后这女子就吐血了 这个痰子急得吐血了 这痰子要写在这儿 就家人而止 就没好像写 就是类似平坛什么这样的 他是杭州 杭州的一个 谈词 他属于 老头弄来的东西 对 这属于江浙地区的 呃 陈一学看了这个以后呢 他就惊叹 说我们一直说中国没有史诗 这就叫史诗 所以他想写一个论再生源 这个谈词叫再生源 他论再生源 那么这个东西在五四年就写成了 五四年写成一直不能发表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这个男的去打哪儿 打朝鲜 嗯 周恩来就说 不要再扩散这东西 这会让朝鲜人民共和国不高兴的 所以这东西一直发表不了 啊 那个陈一学怎么办呢 他就把它刻印出来 印就是自己油印出来的 然后送给各个朋友 其中张世昭呢 就拿了这个东西以后 去了香港以后 就在这儿丢了一份 在丢了一份以后 香港就把它出版了 那周恩来不是不让出版吗 后来一看咱们海外出版了 就查这事儿 查来查去的就发现张世昭带去了 其实也不是张世昭带去的 后来再发现余英时后来写了一篇 写了一篇这个文章 就是说他得到了一份这个油印稿 他带到美国去了 然后美国人就把它给存下来以后 同时走失了 在香港出了一晚 当时查的挺厉害 到了61年的时候 吴密 吴密跟陈英雀是好朋友 当时在国学院的时候 吴密是主任嘛 剩下几位是老师 这个吴密等于坐 安前马后跑行政 吴密到61年的时候 其实好长时间没有见到陈英雀了 到这个广州去看陈英雀 去的时候已经天色黄昏 然后俩人聊得很投机 这个陈英雀拿出一个 一个油印版的论再生园 送给了这个吴密 同时他告诉吴密呢 我现在在干一个大事 是我发现 原来你们说的这个秦怀八雁当中 一个歌迹 柳如氏 他在你们那儿无非是个歌迹 但是在我这儿 他是具有一个独立思想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 这么一个人 我要写一个柳如氏别传 八十万字 然后呢 这是61年的时候 这本书64年的时候 陈英雀就写完了 但是你要知道 他可是瞎子 口述吧 口述 他老婆 对 不是老婆 他老婆只干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检讨书 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他姐 陈先生在学术上到底有多牛 我们不妨来看看外国人对他的看法 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之一 英国教授崔瑞德 在剑桥中国史唐史的序言里说 几乎唐史的所有章节 都得益于陈教授的论点 1949年 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 为斯大林祝寿 斯大林主动问起陈先生的行踪 因为他的著作《论中国革命问题》里 引用了陈先生的文字 还有一种说法是 当年苏联发现了一块突厥文字的古碑 全国专家教授无人等时 请陈教授出拔才迎刃而解 1949年 学杰泰斗在命名是留守大陆 还是逼走台湾的抉择时 甚至有人预言 陈先生的去留 将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根基 到了广州以后 广中的省委书记陈祝 也非常爱护他 首先给他雇了助手 然后60年代初 他有一次洗澡摔了骨折 还有个雇了专门的 就在他家住的护士 他就是口述 然后秘书帮他把执笔写出来 他就这样做研究 如果现在到清华的心灵院 就是他抗战以后回来 眼睛已经瞎了住的地方 他有一个书房 在外面可以看到那些书房 那个书房叫不见为净之士书房 什么意思呢 就眼不见为净 他把眼字去掉了 不见为净之士 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下 做的这种学术研究 非常了不起 就是从论再生元的时候 他的兴趣就从原来的中古史 转成了明清 对明清的研究 所以有了再生元的研究 和这个《六如士别传》 这是他的学术成就 就跟其他老先生不一样 其他老先生都是在壮年的时候 形成了研究的重要的成果 后世一直在用 他是一直到了中晚年的时候 才开始有大量的著作 他是不是前期是在做准备 但是就是做准备都丢了 没办法 只好开始 他没有一个回忆路 就说他这一生是怎么安排的 反正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年轻时期 长达16年在国外游学 游学也不要学位 因为你想想他最后一次出去 是江西的官费出去的 那官费是有一个额度 而且有一个读书时间的 你不能超过那时间 所以如果他要是在哈佛大学那个地方 就为了博士学位 他就要深入到一个领域当中 很窄的一个范围内 时间都得花着证 才能博士通过答辩 得着这个博士学位 他觉得太浪费了 还不是在短时间的广泛涉 所以他学了好多语言 巴黎语 繁文什么的 各种历史什么的 所以干这种事是吧 你看人生当中有几个16年 他长达16年的游学 广泛涉 所以做著作的肯定也小 然后到了清华以后的 主要经历的教学 反倒是眼睛不行了以后 教学任务减轻了 才开始做著作的准备 而且是在战火纷纷的年代 出了唐代三稿 晚年的时候又出了明清研究的 《论再生源》和《刘日式别传》 这就是他的一生 二十九年的时候 你看王国为不是二十七年自杀的吗 二十九年的时候清华给他立一个碑 那个碑文是陈英雀先生写的 《独立之精神》 对《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这是他特别看重学术的一个最高标准 他也是本着这种标准去做学术研究 他也用这种标准去判断 其他人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学人 到了五三年的时候 中中央成立一个委员会 叫历史研究委员会 这历史研究委员会分三个所 一所二所三所 一所是上古史 二所是中古史 陈英雀先生写过《唐太三稿》 隋唐就属于我们说的中古 就想让他当二所的所长 当时北京很多他的朋友 动员他来当 他就拒绝了 后来五三年年底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别看重的学生 叫钱俭 就当年他眼睛瞎了 回到清华以后 清华给他安排那三个 他的老门生给他当助手 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钱俭 陈英雀女儿说 我爸爸最喜欢的助手 是什么样的人 是数学好的人 逻辑思维清晰 演算能力也强 而且他精细 这个钱俭就是数学特别好的一个人 所以陈英雀先生最喜欢的 三个助手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钱俭 但是到了五三年以后 这个钱俭已经到北大历史系当教授去了 他来去说服陈英雀的时候 刚开始还谈得挺好 你想那是他最喜欢的学生 谈着谈着他就发现 这学生已经完全不是以前那个人了 是变了 变成一个 他就觉得莫名其妙一个人 所以他后来就怒了 而且明确的说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学生 我的答复就一句话 你还记得我当年 怎么给王国为那个碑写的那个撰文 叫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这是我对学术要求的标准 而你已经不符合这个标准了 你不是我的学生 他学生怎么让他这么生气 你想这个浅简呢 他在北大历史系 经过这个思想改造运动什么的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研究历史 要以马列主义为前提 来去研究历史的 那陈英雀明确的说 以任何一种思想做前提 来研究历史都是错的 而且他也明确说 以这个马列主义来研究历史 不应该有存在这样的前提 所以他呢 尽管跟这个学生已经就吵崩了 这学生还特别认真的 就做了个对话记录 回来向这个中央汇报 陈英雀是这个意思 你想陈英雀到了53年的时候 所有老先生的检口 都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立场的情况下 他还这么明火执杖的说 不能以马列主义来研究历史 这简直是异常的声音 当年我们说这个中国有两陈 一南一北 北边那个陈的就是陈元 陈元动员胡适说 你应该改变什么的 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你看他已经变成什么人了 完全一个马列主义工作者了 但是南方的陈英雀呢 还是这副腔调 就完全不接受马列主义 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研究 不能违背这个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那广东没有说是胡适吗 没有 当年呢是这样 当年广东的省委书记是陶柱吗 陶柱非常珍惜这个 非常珍惜他 一是派助手 二是派护士什么的 就对他照顾特别好 如果现在你到中山大学 看陈英雀的故居 就不会像在清华 看这三座故居 都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 中山大学他那故居非常之棒 那故居 那个门前有一条 有一条水泥小路 这就是特别著名的陈英雀小道 谁让修的呢 就是陶柱 他就倒霉了 而且是非常之倒霉 他在五十年代还那么坚决 但是到六十年代的时候 压力不一样了 他就相当之悲惨 相当之悲惨 陶柱是这样 陶柱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呢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中南局的书记和广东省委的书记 文革一开始 他就掉到中央来了 不在地方了 掉到中央成为中央的四号人物 就一下位置 从这个地方大员突然变成一个整个中国的领导人当中第四号 这是在66年的六月份左右 但是到年底 毛泽急就不喜欢他了 他跟毛泽急有多大的分歧呢 毛泽急认为文化大员一定要扩展到厂矿企业 陶柱认为如果扩大厂矿企业 他跟毛泽急商量说 这会不会影响生产啊 他并不是坚决反对 只是提出疑议会不会影响生产 就这一点毛泽东认为他不是个老实人 所以六七年年初转身拿下了 那么这之前呢 文化大员爆发了以后呢 陈云确已经遭到了一些冲击 就后卫兵抄家来啊 把他那个后来有的长出 那是后来 那是逃出倒了以后 就开始批斗他什么的 你想那时候陈云确的身体 已经差到只能在床上躺着 早晚拜说把他抬到那个会场去批斗他 结果说抬走到晚上了也没人来来抬 批斗会已经进行了 后来才知道陈云确先生有一个学生叫刘杰 刘杰说我绝不能让老师被抬去批斗 我替老师去 去了以后还被打了一顿 打得挺厉害的 然后红卫兵还说你替老师来批斗 有什么感想没有 这刘杰说的我能替老师来挨打 我觉得非常光荣 也有这种特坚决的学生啊 这是逃住倒之前 逃住一倒了以后呢 像逃住是被认为是这个 又变成刘少奇和邓小平那一波的三号人物了 所以呢问题相当严重 那么要查一下谁跟逃住是一伙的 那逃住这么关心陈云确呢 陈云确就非常倒霉了 所以红卫兵呢就把这个高音喇叭 放在他家的这个楼后面 高音喇叭放在楼后面 他睡觉的一屋 你想这得多大动静啊 他们家的大字报 这个大字报呢贴到了他家门外边 门里边 柜橱上床头 全是大字报 然后他呢一听这个喇叭声 五十年来还那么坚决呢 就是压力不大 到了这时候 他一听那喇叭声就吊裤子 吓得吊裤子 这红 是虐待狂啊 他觉得这事挺好的 干脆把那喇叭绑着他那个床头 就从在屋子外边的房后面 给绑着床头了 你看这个 那陈先生简直是 本来就是已经生命的晚年了 还失明 对 那个眼睛还看不清 也不能下床了 这高音喇叭就在他的床头 这是受多大折磨啊 所以他到这个六九年年初的时候 就其实已经不行了 嗯 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把他从这个屋子里搬出来 搬到一个四面露宫的平房里面 嗯 他就死在这个平房里了 到五月份的时候呢 还要他这个那个写揭露材料 揭发自己揭发逃注 写了吗 他没法写 他是说嘛 一直说到了 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嗯 他其中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就仿佛在死囚当中 嗯 一直说的说不出话来 据说还有点吐血 这审问才结束 到了这个深秋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啊 他去世的后几天 他太太唐云也去世了 然后又过了几天 十一月三十号 桃柱也去世了 嗯 这桃柱去世的时候呢 死不瞑目 眼睛都没闭上 就目目看着天花板 嗯 这就是他陈先生的结局 嗯 陈先生还有那个 听说好像是 当时被批斗的时候 他太太一直在保护他 是是 柔弱的身躯 对对 建国以后所有的检讨材料 文化大会当中的这个 嗯 应对造反派的那些材料 都是唐云来写 然后造反派来抄家 要打人的情况 就是他挡着那些造反派 所以他被有 经常被殴打 他呢 一直嘱咐他的女儿 说咱家最宝贵的不是我 嗯 是你妈妈 没有你妈妈 咱们家就就就活不下去 但是陈确死之后 好像谷惑也好久没有安葬 是 他们死了以后呢 因为因为迟迟没有平反 也没有做结论 所以呢 他就寄放在火葬场 后来寄放在一个地方 就是其他的省份 都不愿意接这骨灰 直到1993年的时候 那么晚了 江西植物园 才把这骨灰接去了以后 就等于他的骨灰 现在就安放在江西的植物园里面 然后立了个碑 那碑呢 是黄永玉写的 写的就是这个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嗯 20多年才立啊 对啊到93年 但是有一个事我不太理解 他那时候已经被批斗成那样了 嗯 他死了咋还给他留骨灰呢 搓骨羊灰 骨灰是可能你会尊重他 或者觉得 那个这个这个对去 那个没有什么政策说一定要毁掉他骨灰 也没有政策说一定要保留骨灰 这完全看那个编医馆 嗯 你看那个简博站他在八博山烧的 那就没留骨灰 都不知道去哪了 那他在那个广东烧的 他就留下了 嗯 当时那么混乱 可能各种地方执行政策都不一样 这个清华国圈这个前头四大导师呢 两两相相 这个梁启超和王国为非常相 他们都是九个孩子 有男有女 然后赵元润的和陈云雀呢 他们都生的是女儿 赵元润是四个女儿 后来全是教授 陈云雀是三个女儿 这老大呢叫陈琉球 为什么叫陈琉球 琉球是台湾的别称 旧称是吧 因为呃陈云雀的太太唐云呢 是台湾巡抚唐景松的孙女 所以这大女儿取名叫琉球 要叫陈台湾 不太好听啊 陈琉球其实也不好听 他俩还是在台湾在清华认识的是吧 陈琉球去和陈云雀 对是因为赵元润介绍的 嗯 他们是在咱们刚才那个赵良院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就结婚了 他们在上海办的结婚 然后住在那地方 等到生了陈琉球以后才搬到这儿 那为什么不肯去台湾呢 这样对台湾最没有感情 就是啊他最应该去台湾啊 对啊 觉得这边有希望 嗯 嗯 可能是啊 哎呀总之是留下来的都倒霉了 去台湾或者去美国的都躲过了一劫 陈先生在《原白世间正稿》一书中 曾提到过这样一种历史惯例 但凡新旧交替之际 总有人占便宜 也总有人吃大亏 那些看起来乖巧的小人 往往富贵荣险 身态名碎 而刻板的君子 常常感受苦痛 终于消灭而后遗 和王国威先生的决绝 与一死了之不一样 我觉得真正硬气的知识分子 是像陈先生这样 在残酷的环境下 还能存续中国文化的人 他坚持着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高贵品格 因为太稀缺 而我们又学不来 所以我们对他念念不忘 还是陈先生自己说的好 自由共道文人比 最是文人无自由 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